马华雪州领会主席拿读黄作信 昨天在住家外跑步后突然晕倒 宋院抢救后宣告不治 得年55岁 黄作信骤然离世的消息震惊各界 马华总会长都是李维嘉祥坦言 难以接受 因为黄作信前天还出席党部晚宴和同僚交流 突然就传出噩耗 让大家感到错愕又悲痛 但也感激对方在最艰难的时刻 以行动守护马华 任过马华中尉两度上阵 双西比利周袭的 马华雪州联委会主席黄作信 昨午在吉隆坡假动的住家外跑步时 突然晕倒 虽然家属马上将他送院急救 可惜他依然不敌死神召唤 享年55岁 出身基层的黄作信 在党内上下许多同僚交好 其中围任他担任雪州主席的 马华总会长魏嘉祥 更是感到万分难过 魏嘉祥昨晚在脸书发文悼念时 赞扬黄作信 在马华最艰难的时刻 不离不弃 以行动捍卫马华 没想到 前天才在甲洞区会晚宴 和大家欢聚的黄作信 转眼间就离开 让战友们错愕又难以接受 除了魏嘉祥 其他跟黄作信要好的马华领袖 也纷纷发文致哀 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就向家属 致以最重置的慰问 希望同志一路走好 马华丹荣彼爱国会议员 拿督司理黄日生则表示 一位多年的老战友就这样 与世长辞 使他非常难过不舍 马卿总团长拿督王小婷也表明 黄作信的离去是马华和国家的一大损失 盼望家人坚强面对困难时刻 根据复告 黄作信的遗体已经运回双西比利的家乡社林 举行哀悼仪式后 将在8月31号国庆日当天出殡 此外 原本今早在马华中央党部举行 由总秘书拿督张盛文主持的当选记者会 也因为黄作信的去世而取消 改为发布文告 以示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